小優跟沈玉琳介紹一下髒話 好 我覺得髒話真是個好地方 我們髒話有八卦身 那是我們髒話人不八卦身 我兜膽的問妳 髒話 妳有擺過公司嗎 有影響公司的 有啦 妳是不是要買新衣服 台北人就覺得買衣服 一定是好貨公司 所以他後來可以自己開服飾店 因為他 好勵志 今天晚上請你莊天祝福台 關起來了